簽名不用現身 人在夏威夷的奧巴馬 授權莫聊開動自動簽名機 簽署解決財政懸崖法案 其实奧巴馬都不是第一次 啟動自動筆來簽法案 右邊是親手簽下去 而左邊就是用自動筆 你又分不分得清楚呢? 這一仗是2011年5月 奧巴馬成為首位美國總統 用自動筆來簽法案 当時身在法國的奧巴馬 要出席八國集團首腦峰會 要他授權簽署延長外國者法案 幾項條款 法案允許當局利用電子洩聽設備 監視可能單獨插劃 襲擊行動的外國公民 加強國家的反恐能力 當年共和黨的眾議院議員 曾經要求奧巴馬 親手再簽過法案 不過白宮最終拒絕這個要求 香港昏頻電視記者何榮生